这个四百斤的大块头居然要跟着贝爷去荒野求生 他就是NBA的超级巨星奥尼尔 还没开始奥尼尔就自信文满 在镜头面前嚣张的说自己才是荒野之王 贝爷能做的他都能做 贝爷能吃的他都能吃 今天他将和贝爷一同前往阿迪朗达克山脉的原始森林度过两天一夜 在出发前的火车上他还不忘记向贝爷喊话 希望贝爷能把眼镜蛇挂在他的脖子上 希望能吃到虫子大餐 最好还能喝自己的虚虚 好家伙 看来奥尼尔对这趟荒野求生的确充满了信心 然而很快他就被啪啪打脸 这是贝爷很拉风的出场了 他直接把直升机停到了火车上 奥尼尔只能爬到火车顶和他会面 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奥尼尔瞬间被吓得双腿发软 为了爬上飞机 只能贝爷用尽全身力气把他给推上去 随后他们出发前往阿迪朗克达山脉 这里覆盖着一万八千公里的原始森林 没有平坦地势降落 他们只能被迫在湖中降落 一上岸 奥尼尔忘记了自己刚刚的怂样 又开始口出狂言 号称自己是贝爷的plus吧 绝对能完美地完成这次荒野求生 结果没走几步就摔了个四角朝天 为了满回面子 他连连说这只是个意外 随后他变向一头大犀牛般穿过树林 一路披荆斩棘 凡是挡在他面前的东西都被他直接撕成碎片 还对着镜头嘲笑 贝爷连几片树叶都要选择绕开 结果他又被啪啪打脸 一座高高的悬崖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贝爷提议为了在规定的日期到达终点 我们必须选择直接翻过去 然而四百斤的奥尼尔直接怂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奥尼尔能翻过这座悬崖吗 他立马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说肩膀有伤 我们最好还是绕路过去吧 可贝爷才不管那么多 已经轻松地爬上去 轮到奥尼尔时 他只能乖乖认怂 无奈之下 贝爷只能在上面用绳子用力拉着他 绳拉硬拽两小时后 奥尼尔终于爬了上来 这回奥尼尔再也不敢嚣张了 对贝爷说 贝爷爷我想回家了 我想妈妈了 但贝爷说 你自己吹过的牛含着泪也要完成 奥尼尔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嫌弃 突然贝爷发现了一块野路的胎盘 他告诉奥尼尔 今天的晚餐又着落了 奥尼尔看到后直接想哭 这下玩笑开大了